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国人过年一定要过到初一过到十五 过了元宵才一切恢复正常生活 所以大年初三又还是个放假日 天气也还可以 四处走走 这时候的樱花盛开 梅花季节干过 樱花桃花节 哇 还有什么 满墙头的 杜鹃花 都值得欣赏 杜鹃山杜鹃就很漂亮 当然有的人啊 就是搞洋宅学的 一些风水地理师 一直贬义这个牡丹花 虽然牡丹花没什么好贬义的 我们一般住家 你有限的空间种不了多少 牡丹花 牡丹花 基本上有花都是好 要不然那首歌不会大家一直歌颂 歌颂了几十年了 我看歌颂几百年还会歌颂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西盘 所以我帮杜鹃花 也挣个名 在风水上来说 绝对都是加分的 没有这么恐怖 没有这么恐怖 除非你是住在那种什么 很阴连那种什么 死绝地 否则一般羊仔来说 都要阴阳平衡 是不是 你比如说你种杜鹃的 你再种一颗松或者薄 两者就平衡了 都释放那个阴离子 对人的身体也很好 你看以前的寺庙 或者高僧 或者隐居的人 他接触大自然 他不是这么这样去挑山俭四的 过度的挑山俭四 就变成从风水上来讲 不见得好 那就变成宋徽宗了 宋徽宗造极 他不是搞那个花 那个所谓更远 坐得更远 在东北方坐一座山起来 用天下最好的石头 太湖石 制作最好的花盆 军咬 宋军咬 那个入咬一色 出咬万彩 又有咬变 甚至于把那个五一山 南方五一山的 产残了五一山的 仙气 降云 都用罐子把那个云装回来 装到他的金城里面 结果他倒台更快 为什么 你太过于坐坐 太过于的坐坐 还是要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 帮人家看风水的人也好 或者被人家看风水的人也好 都给各位上一课 好 我们今天回归主题 我们讲的这件 是玉雕的骆驼 你不要看他小是小 小而精小而美 小而具有什么 历史跟文化上的意义 也有什么 美学上的一种 值得欣赏的地方 我稍微翻了一下 那个拍卖记录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 我现在讲应该是全年了 因为跨了现在是 刚过年 那时候拍卖一个 唐代小骆驼 六公分 我这个我没有量 我这个应该还不止六 六公分 他比这个还略略小一点点 黑不垃圾的 一个唐代的一个骆驼的玉雕 他有沁色 沁的怎么讲 沁的颜色蛮深的 除非你是老常家 一般人看不见得会喜欢 那天拍卖拍了多少 美金啊 62万美金 折合台币 差不多1900多万 所以不要看小东西 东西小 有时候小有小的味道 所以我们最近 各位别紧张 我不是要卖给各位 我也不卖给你 我们拿来什么 作为欣赏 作为鉴赏 甚至于作为鉴定 作为一种赏息 鉴赏就赏息 岳目 就鉴定 我们要探讨 他的这个年代 还有他的这种文化 还有他的美学上的意义 好 我们现在 这件事 什么年代的汉代 我们比他早 他的唐代 另外有一件 我们就讲了拍卖行 他一天卖62万美金 就1900多万台币 另外不卖的 有做过邮票的 我看在前年 108年 有上邮票的 就是故宫 有一个套组的邮票 有四张 有一只辟邪兽 有一只神兽 还有一个神兽钮的 一个什么 印章 方的印章 兽钮的印章 还有一只叫任重道远的骆驼 那只骆驼是 对 他那只骆驼 是定位在汉代 这样我们就差不多 他的那只骆驼 比较瘦 细细的 他那个 你看都上邮票 台北故宫 能够上邮票的 预期 也就是那么几件 骆驼是其中之一 而他断代 定位在汉代 而且他上图的那几张 多半都是汉代 汉代的玉雕 它在古域里面 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我不是说其他 唐代宋代都不重要 都是汉代 特别特别令人向往 也是高古域收藏家的一种艺品 就像我在大英博物馆 我那时候在做玉器研究的时候 我也对一块什么玉 也是玉子跟这个很像 一块什么 狮子 白玉雕的狮子 汉代白玉雕狮子 我也特别喜欢 狮虎的那种造型 但它不是很明确 又像狮又像虎 像我们这个什么 骆驼 又像骆驼又像神兽 这种的感觉 你把定位的汉代准错不了 而且我们小小的 拿下手沉沉的 那和田玉 和田玉 而且很像雕工刀法 汉代的玉器 除了我们看它的玉子 沁舍 比如说这种 我刚刚讲的汉虎 大英博物馆有 汉骆驼 对吧 我们故宫有 而且出了油票 玉子都是这一系列的 玉子 但你还要再进一步的看 它的细节 比如说它那个造型 那个骆驼 到后来 到唐宋之后 它就卷曲的骆驼比较多 我也有一件唐的骆驼 比它拍卖那件 我认为还要漂亮 一个卷曲的骆驼 唐代宋代开始 喜欢有这种卷曲的骆驼比较多 到明代它慢慢它又拉直了 明代拉直就是明代的那种功 就没有汉代的功那么样的一个霸气跟犀利 明代讲究是明代的那种风格 所有的圆明的 圆明的玉雕 有圆明玉雕的一种风格 战害有战害的一种风格 一看老行家一看就知道 你看我们还带有神兽 为什么神兽 它后面还带有这个 它后面这个猎毛 它直接连到第一个风 我们是双风骆驼 连到第一个风 那表示什么 它还骆驼 应该要加个骆驼神兽 它说骆驼神兽很神啊 好 我一部一部介绍 大家从它的造型上 从它预知上 造型上 刀工上 刀工上 你摸起来的那种犀利感 看起来那种立体的效果 而且那种汉代的动物 动物雕刻 不管是神兽也好 或者辟邪兽也好 或者骆驼也好 汉代的雕刻都讲究的一种动感 它是延续到战国 也就是战国晚期到西汉 这段时间 它都讲究一种动感 你看我们这个动感 我稍微给你照一下 你看它的玉子 各位可以看一看 它的那种 虽然是战利的骆驼 战利的双方骆驼 但是你看它的那种动感 它的那种动感 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起足 起步跟收步之间 你就看出来它那种动感 包括它那种表情 昂首 扩胸 昂首扩胸的那种表情 我刚讲的那个 它带有神兽的味道 就是它的这种脚 猎毛有脚的形状表现 而且胸上的猎毛 也用脚的这种形状的表现 就是它带有那种什么 神兽的味道 所以它应该是骆驼神兽 骆驼神兽 有一句话俗话说 死掉的骆驼比马大 这骆驼 在我们国人观念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 来跟各位讲的 我们六十四卦 疫经六十四卦里面 有小序卦跟大序卦 小序卦就 我们那个序就加醋的序 加醋 也可以当积序的序 能量积序的序 小序就是小厨序 就一般小康之家 或者国家来说 就是什么 中小型的国家 大序那就是什么 像中国美国 甚至欧洲 那种大的国家 或者大的邦联 那种就是什么 大的一种积序 从家禽 家畜来讲 从家畜来讲 从具体的家畜来讲 大序卦 他就牵涨刀的说 我们人类饲养到 最大的动物 有一句话 又有一句俗话 除了死掉了骆驼 比马大 还有一句话 就是骂人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看小不看大 牛都被人家牵走了 你还在乎那只鸡 这是骂人的话 但是你可以想到 那个意涵 那个牛在中国 牛在祭祀上的时候 这个牛在中国 是地位是多么的崇高 多么的崇高 所以 所以那个 牛啊 一般来说 是周天子 做的祭祀 诸侯一下还不能用 照严格的理智 周理的话 诸侯一下要用什么 对 用羊 所以 孔子才会跟他的学生讲 如爱其羊 我爱其理 你觉得 用羊去祭祀 杀羊去祭祀 这一点太残忍 他说 你讲过然有道理 但这个理不可废 更是一层道理 这理 孔老父子强调了理 他讲到了六亿 理悦摄于叔叔 第一个就讲理 好 我们话再说回来 我们《律义经》六十四卦的大序卦 第二十六卦大序卦 三天大序 三在天上 他当然积蓄的能量就更大 对 三在天上 他的所有的 而且 而且那个 三 三天大序 三就是更卦 更卦本身就是一种 一种子 更为子 这是我们的后天八卦讲 成言乎更 地出乎正 其乎去 相见乎 李治医乎坤 岳乎对 战乎天 老乎看 成言乎更 所以它是一种积蓄 它是一种积蓄到 它是一种让你觉得像铺满一样 它让你除了金钱之外 还有你的能量 你的道德 你的功课 所做的功课 所读的书 都是到一个成就的时候 所以那三天大序 所以大序它就可以有大作为 所以大序卦的卦词是怎么讲呢 大序 力争 你要有坚真的观念 坚真 力争 不加时机 不能吃家里的饭 你要吃外面的饭 肯定能鼓励你外出 不加时机 什么 绿色大船 绿色大船就 我到这个跨 你就尽量向外面去发展 向远地去发展 你不要没有出息 都窝在家里 所以什么 不加时机 绿色大船 那它的六窑呢 六个窑就三天大序 它的六窑 我们从概略来讲 我们没办法讲太久了 概略来 第一窑 第一窑 你的羊 虽然是羊窑 第一窑 你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小心 什么 要什么 要注意 所谓的利己 所以还是有那种利 还有那种凶利之气 还在 比如说 你阳气是 你是小男生嘛 比如说你将来可以有壮志灵骄 但是你现在还小 还不成熟 你的书还没读完 所以你还是要低调一点 所以这个 所以所谓的利人利己 第二窑 你到了九 出九窑 是利己 九二窑的时候 就是什么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就是 你不要有太大的动作 为什么 你那时候刚刚要出门 轮胎掉了 开车子 轮胎掉了 什么 雨托付 雨托付 雨就是那个车子 车子的 就是轮幅 我们现在来讲的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 铝合金钢圈坏掉了 所以 意思就是这样 你什么 先不急的往外冲 到了九三窑的时候 那就可以大冲特冲 大写伸手了 他那是什么 两马足 两马足 利坚征 两马足 你开始了 可以撤马江湖了 而且什么 每天要勤列你的什么 马速 跟甚至于在马上的一些作战 跟一些马上的一些特技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要甩尾一样 你怎么样操控山路 怎么样测试扭力 怎么测试它的 那个直线加速的冲力 扭力跟它的马力 甚至于在它在不同的路面 骑驱路面 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那个驾驶 你看我们北方经常有的开那个车的 在冰天雪地 在雪中那么那么开车 那真的是要技术 我们看过那影片 在对照易经讲的话 你就懂了这个意思 或者在崎驱的路面上 怎么转弯那个大车 半个轮幅都转到了 是吧 悬崖边 所以他就跟你讲 那时候讲 梁马族 梁马族 历尖 好 到了 第四摇 第四摇是什么摇 第四摇就是 阴摇了 就变六四摇 六四摇的时候 按理说阴摇不好 可是阴摇 六四摇跟六五摇都好 为什么六四摇跟六五摇都好 很多人不会解释 我没时间细讲 因为你离开家了 你已经由内挂变成外挂了 基本上就符合他的前面讲的 那个什么 不加十级 立社大串 你已经在立社大串 他当然就给你鼓励 所以说六四摇跟六五摇 一个是讲牛 原级 牛 是吧 那个牛 是吧 铜牛之告 铜牛 头上的罩子 哪怕一个牛 牛脚会伤人 就跟我们养狗的 要带那个犬罩呀 避免他伤人 你有点什么 先见之明 你有点未雨绸缪 所以这个好 就铜牛之告 原级 原就大级 一元两元的原 在下面 奔 什么 奔死之哑 六五摇 奔死之哑 也是起 什么 就讲猪 奔什么 奔死 就把那很凶 很壮的那猪啊 你什么 你把他淹掉 当作烟猪 那他的那牙齿 立即就不会伤人 这就是 讲究你策略方法上 一个是未雨绸缪 另外一个是掌握关键 掌握关键 掌握关键 就像现在非洲 那些保护动物的人 要把犀牛脚 要把它切掉 它保护犀牛 表面上是伤害犀牛 是这样保护它 因为它没有了脚 别人就不会去猎杀犀牛 类似这样的道理 那是只有我们在 三千年前的易经上 就有 他们现在学才学会 好了 最上的一摇 我就讲了 和天之渠 和天之渠是什么呢 走到阳关大道了 绿色大战 阳关大道 但是它没有讲明 事实上它讲了 有把骆驼含在内 尤其是我们的中国人 中国的双风骆驼 它有脂肪 有吃的 对面有什么 有水囊 有吃的 有喝的 随身吸的 就是沙漠之中 它可以带人走的无限大 它可以通天 然后走向天边 所以中国人讲的 任重道远 是这样的 很多人不会解读 和天之渠 它有隐含的骆驼在内 为什么大序嘛 最大的动物啊 最大序养的动物啊 我们去北方 去出差过就晓得 那个沙漠里面 或者草原上 那骆驼的功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他们把骆驼训练得 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在那个沙漠地方 或者北方旷野的地方 所以才有那句话 死掉了骆驼比马大 它的经济价值高 那我以前的哥们 他从外门回来 他帮我带那个毛毯 送给毛毯 也并不是多了不得的 那个毛毯 我没在意 后来那我知道 它是骆驼毛 哎呀 再大盘流来 那个骆驼毛 搭在我那个小博被上 一搭 永远不会冷到你 骆驼毛 骆驼的经济效益太高了 所以各位知道 我们从刚才那个句法 都可以看出来 我再从四摇五摇 到上九摇 你就可以看出来 四摇五摇是什么 我再复述一遍 同流之高 同流之高 远吉 这个 奔 奔使之牙 吉 讲的是诸 然后 和天之取 亨 是不是 无道义以贯之 只是它没有 我们道众引语 它没有直接 讲出来 但是骆驼已经呼之欲出 所以我今天这个课 既然是大师收骨 我们从心而下 讲到心而上 把易经的道理 还有易经人家没有解读出来的 我们把它解读出来 就任重道远 希望大年出山 让各位 有一种 任重道远的精神 除了放假 休假以外 放假休假 就是一个蓄金能量 就是一种大蓄 蓄金能量之后 再去出发 就像我们和天之取 让你走到天边 立设大船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